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又来开箱咯 来开箱四样东西 分别是 综合脆米果巧克力 264元 因为有折价所以比较便宜 还有柯克兰的杏仁牛奶巧克力 香草籽杯子蛋糕 以及也是新品 但它有初心价的 是沐浴巾 很香四孝合一的沐浴巾 那我们要来开箱给大家分享一下 节目开始 喜欢我频道的人 可以在下面按赞分享留言 我们先来试试新品 香草籽杯子蛋糕 就是这个包装 我刚有细数了一下 里面有12个 然后它卖了119元 所以一个 杯子蛋糕外型 有三种 粉色 蓝色 橘色 黄色 不过里面内容物应该是一样的 我们先来试试看看 闻起来是很香 有奶香味 香草味也很明显 那我们来试试 我很怕香草蛋糕是会很甜的 不过我们试试看看 嗯 没有一道很甜 好像很香 雞蛋味很重 不会很干 还可以耶 我很难吃耶 小朋友当早餐还不错 不过一颗十块 会太贵吗 真的不会太甜 还蛮入喉的 好吃 我可以吃完一整个的 我可以吃完一整个杯子蛋糕 它没有写到保存期限 只有五天而已 所以买回来的话 不要放太久 然后没吃的话要放冰箱 不然会长蚂蚁 嗯 你看我吃完了 我觉得还不错耶 可以喔 我很少在买这一类蛋糕 所以我不知道 一颗香草 杯子蛋糕 十块 会不会很贵 接下来我们来吃 綜合脆米果巧克力 它好像有三种 的巧克力口味 我看包装也有三种 分别是 黑色巧克力 白色巧克力 跟这个巧克力 都来试试看看吧 下个包装打开来 怎么长得都一样 那口味有点没有 不知道有没有不一样 我先来吃吃看 搞下去有那种 脆脆的米果 不是杏仁果 是 卡滋卡滋 脆脆的米果 嗯 有点偏甜 它的甜度像 金沙巧克力的甜度一样 哦 糖分很高耶 我觉得我好像在咬 咬糖一样 很甜 我吃蚂蚁人 我都觉得很甜的巧克力 现在来吃吃这个白色的 包装巧克力 好甜哦 应该还喝点茶才对吧 白色的巧克力里面也是白巧克力 白巧克力比较没有那么甜 哇 一样糖分还是很高 正确 米果巧克力 我知道是什麼巧克力呢 像這個橘色包裝的話是榛果 它白色的話是牛奶巧克力 黑色的話是黑巧克力 所以比較沒有那麼甜嗎 我們來吃吃看 的確 黑巧克力比較沒有那麼甜 我就比較能接受這個黑巧克力了 現在兩個太甜了 好像有吃一兩顆是OK啊 不然吃著酒 這樣一直吃很膩 太甜了 我必須要喝一口水 來吃 杏仁巧克力 所以它這個老牌子的杏仁巧克力比較好吃 香蕉之下 這個杏仁巧克力真的比較好吃耶 它是屬於牛奶巧克力 然後裡面有包杏仁 我喜歡吃的巧克力喔 第一個是純的黑巧克力 那70幾%到80幾%我都還蠻喜歡吃的 除此之外的話就是像這一種 包杏仁巧克力的是我的第二選擇 這台菜花很喜歡吃的 沒有礙巧克力好吃耶 因為它還有包杏仁我覺得 對我來講就是加分 我喜歡吃這種 杏仁巧克力 吃銀巧克力我還沒跟大家講多少錢 435元 還蠻好吃的 這個可以回購 嗯 脆米果巧克力太甜了 可買可不買 香草杯子蛋糕是還不錯 還可以 這個新品吃起來還不錯 但沒有到很驚豔 而且我要跟大家介紹這個沐浴巾 你知道這有多香嗎 這個沐浴乳 就是這樣一打開來 這個香味就會鋪上來 它是一個很香的沐浴乳 不過這是什麼沐浴乳 我跟你們講 是南式沐浴乳四孝合一的沐浴乳 是哪四孝 第一洗頭 第二洗臉 第三洗湖 第四洗身體 所以你可以從頭到尾都用這一瓶去洗 是不是非常方便 真的標榜的很方便 所以我看到之前賣597元的時候 我就買一盒回來 然後我就洗洗看 它在洗臉 好眼睛也不會說會刺激到 那洗頭的話我覺得不建議耶 因為我洗頭會覺得有點乾澀 並不是因為我有染髮的關係 然後一般的小男孩去洗 請我們家的小男孩去洗 他也是覺得有點澀澀的這樣子 然後洗身體 真的很方便 然後一倒下來這種的香味都衝上來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洗過澎澎沐浴乳 澎澎沐浴乳是不是很香 它比澎澎沐浴乳還要香 它這個味道我還是算蠻喜歡的 還蠻香的 其實我洗起來還蠻舒服的 不會說滑滑溜溜的 這還不錯 不過這次不知道為什麼 它 有個初薪價397元 我一直看到 我又去了 我就來買一組 可是那天慢慢洗啊 就還不錯 好介紹給大家 好 今天我開箱就到這邊 大家喜歡我的開箱嗎 有時候我就是買一些東西 然後跟大家介紹 如果你們想要知道 一些什麼商品啊 要讓我開箱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是金派 那開箱我們下次見喔 掰掰 這是最近的購物新的感言 大家都知道 會員皮夾的優惠 是從禮拜一開始 那在這檔期之中 都會有一些比較夯的商品 在這一兩週的話 這週是風力富牛奶 然後上一週是 芳香豆 他們的考試多的做法是 上禮拜的芳香豆 前兩天都沒有做會員的限購 所謂的會員的限購 就是我們有會員卡 那你一張會員卡的話 限購的意思就是 一張會員卡看你限購幾個商品 前兩天都沒有 那第三天 禮拜三的時候去買的時候 就發現 一張卡就是限購 一盒 那我也覺得還好 不過到第二週之後 風力富牛奶 因為風力富牛奶 奶粉很多小朋友都會喝 所以家長都會買給小朋友喝 不過有在商場上 都會看到有人 一車就會推了很多風力富牛奶 到了第兩三天後 會員突然就是發訊息說 今天開始風力富牛奶 已經一卡限購一貫 很多會員都大哀嚎說 為什麼前兩天沒有限購 這幾天才開始又限購 這樣對後面去的會員 是不是很不公平 其實我也是覺得 限購是一件好事 因為讓大家可以 每個會員都買到你想要的東西 不過這樣做法前後 不意味是沒有很認可 你既然已經賣了這樣商品 賣了這麼久 好每次都會做優惠 你就知道這個商品 在大家的受歡迎程度是怎樣 那你前面就應該要先 要不要限購 就應該要一進到底 前後面 前面不限購兩天 後面才來限購 去的會員真的是他們會很靠搖 就覺得你們做法為什麼 就是兩面 你知道嗎 如果你說你從頭到尾都不限購 還有你從頭到尾都限購的話 我就沒有話可說 沒有限購就是賣完為止 限購的話就是 你從優惠的開始第一天就限購 一直到你賣完嗎 這樣就不會說有爭議啊 想要請廠商跟好事多 多考慮到限購這商品這一點 不要有雙方兩方面的做法 那我們覺得 到底 我們找的會員卡 應該要相信誰 那我們商品的權利 到底在哪裡 好 謝謝大家聽我發牢騷